坐骑升级 在本期生存中我们开局拥有一个小鸡坐骑 每升五级我们的再聚结果升级 每个坐骑都有自己独特的技能效果 那么最后我们能否升到满级 莫尹龙坐骑击败莫尹龙呢 感觉主播能够做到的打个一 感觉主播做不到的打屏幕上这个字 首先呢这个坐着给我们给了一个开局坐骑 哎呦我去这个小鸡太小了吧 我坐上去这个小鸡不会直接咯屁了吧 咱们来试一下哈 呃我感觉这个小鸡承受了 他这个年龄不该承受的痛苦 好吧那么接下来呢咱们看一下坐着给大家提示吧 每升五级坐骑净化一次 升到满级可以获得莫尹龙坐骑 哎呦我去还能获得莫尹龙坐骑太棒了 只要你能坐到我就请所有点赞扣666的观众吃麻辣烫 哎呦我去就那么免费的麻辣烫不吃白不吃呀 所以兄弟们快去试一下吧 这里所有的坐骑呢都是有技能的 当然了这个小鸡也是有技能的 比如说咱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峡谷 我们只需要召唤小鸡然后现在要滑翔下去 乘坐这个小鸡呢就没有衰落效果 还是非常不错的哈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来互动一下 你们手上的什么表情包能够击败这个创街坑的小姐姐 快发出来看一看吧 总之啊这个小鸡没什么战斗力于是呢 我决定把等级再升一下 这包很快啊咱们就四级了 接下来呢把这里面烧的东西拿出来 哎呦我去第一眼看到这个血鬼里的时候 我就震惊了 趴着的血鬼里我还是第一次见 话说这个血鬼里虽然长得丑 但是呢这个速度还是很快的 并且呢还有技能 没错啊这个技能呢就是扔雪球 我呸呀这个伤害等于没有 还不如我一斧头来的快 这个坐骑太废了哈 咱们直接升级换坐骑 很快啊咱们等级来到九级 再挖一个煤烫咱们就可以直接升级了 哎呦我去这个血鬼里爬上太湿滑了我的天 和我们在平地走是一样的 不过啊伤害太低还是得淘汰哈 咱们接下来呢把这个煤烫挖一下 直接升级 OK啊直接10级了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升级后的坐骑是什么样的 哎呦我去这个坐骑升级成史莱姆了 那么这个史莱姆有什么技能呢 咱们来试一下吧 好吧兄弟们这个史莱姆好像没有技能啊 哎不对兄弟们这个史莱姆好像越跳越高了 我去啊 哎呦我去这也太高了吧 我去我恐高兄弟们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咱们要怎么下去呢 我们来试一下在落地的一瞬间跳下去 看一下会不会摔死哈 哎兄弟们没事啊 不过这个坐骑好像除了跳没什么用了哈 我们需要一个有伤害的坐骑哈 所以说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升级 接下来呢为了更好的升级了 咱们决定去一趟墨地 毕竟挖死因才是最快的升级方式嘛 而兄弟们这里就要有个钻石 我的妈妈呀这个运气也太好了吧 挖掉之后呢直接获得了8颗钻石 有了钻石就简单多了呀 咱们直接可以挖黑钥匙了 只见一个连锁 怎么很快呀等级就到了15级 嗯 哎呦我去兄弟们我真的裂开了 这个墨影人坐骑怎么趴着在呀 我的妈妈呀这也太搞笑了吧 并且呢他还有一个技能 没错啊就是可以像小黑一样的瞬移 但是呢这个能力好像对打龙没什么帮助 于是呢我决定再次升级 这一次呢咱们直接升到满级 于是 哎呦我那个去在下节骑着墨影龙飞的感觉真爽啊兄弟们 现在呢我们已经升满级了 同时拥有两个坐骑 分别是我脚下了墨影龙 还有这个憨憨铁魁雷 这个铁魁雷虽然没有技能 但是他的伤害大家应该都知道哈 唯一的缺点就是走的太慢了 但是他的伤害觉得是所有坐骑里面最高的 所以说兄弟们我准备好了 我要去打龙去了 失误啊失误兄弟们失误哈 其实呢我们这个龙是可以喷火的 直接喷火把这个墨影水晶给炸掉 你们说两只墨影龙谁会赢呢 感觉真爽会会赢的打个1 感觉墨影龙会赢的打个2 不过咱们喷火好像对这个墨影龙没什么用哈 既然墨影龙不行没有关系啊 咱们还有铁魁雷 出来吧铁魁雷 嗯嗯 哎呦我去不是把这个铁魁雷被吹走了 并且呢咱们找了一圈都没有找到这个铁魁雷 没办法咱们只能自己上了 我们只需要 很快啊这个墨影龙就隔屁了 OK啊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这段会视频的不要忘记长按点赞 扣一波666支持一下 咱们点赞越多更新越快 话不多说咱们下期视频见